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了 那么我想今天还是有大家关注一下 外资到底有没有回流 台积电还是有一些先进的一个封装 现在正在火速的建场当中 待会都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台湾会不会出现金龙海啸 从上个星期我们发现到说 央行总裁杨金龙提出了第七波的打炒房的一个方案 很多人都想说 这应该是史上最强的出众手来打炒房了 但有人说还好 那说还好的人是谁呢 就是待会来的特别来宾 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完整的来探讨一下 台湾到底会不会出现房地产的金融海啸了 因为从这一次的第七波打炒房当中 有人讲说的确是史上最重的贷款的陈述也在往下压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会认为 城屋市场还有就是换屋族都会成为受灾户了 那特别是年底前要交屋的人 他们还会认为说自己就是打房的重灾户 那么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我们待会完完整整的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那当然我们把这个新闻贴出来 就有人讲说 哎不错啊 先打炒房嘛 然后把它打下来之后 也许那么年轻人就有便宜可以减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他说投资客要拿出良心吧 好我们两点钟的时候有广播有直播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图表跟大家来谈一谈所谓的史上最重的这个打房策略 那么到底在贷款的条件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啊 不过我看了半天之后说实在的啦 台湾真的有钱人很多 所以直接拿现金买房子大有人在 所以也不是因为说你这个贷款的一个条件 有一些限制会压抑了一些房价 那当然有啦 一般人我们买房子当然是要要要房贷的嘛 哪有办法说 那当然有钱其实是不受影响的 那另外呢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银行都是这样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你是不是银行往来的一个客户 你是不是他的理财客户 你是不是他的VVVIP客户 我想这个对于贷款的条件跟陈述来讲都都其实是这个很有影响的 所以等会两点钟的时候我们有广播跟直播 那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房地产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大地震 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会提到说 我这是重灾区又是海啸第一排了 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跟分析 好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咯 好今天的本日之岁呢 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今天星期一嘛 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连续下两天雨 这下了真的人都要长香菇了 那雨势非常非常的大 那有时候六日我都想要洗衣服的时候 想说别洗了 你洗了以后你也晾不干 对 然后晾了以后会臭臭的 对 然后你洗了又要轰 我就想说那再放吧 放到放几天是不是 没下雨 专业今天还没下雨 还是还没下雨 我至少我来的时候是没下雨 所以下了两天的雨 然后呢 这费荣传了一个讯息 我觉得蛮有趣的 在今天如果你有Monday Blue的话 来看看这个新闻蛮有趣的 这是在中国蛮不可思议 从2016年到2020年 中国每一年都有超过400万对的夫妻离婚 好那当然中国政府也想到说 那要有个离婚冷静的一个制度了 也就是你要离婚 那你要思考30天才能够做下最后的一个决定 那的确也让中国的离婚数量 就往下降到300万对 本来是400万对 降到300万对 那也是有差了 那现在因为离婚的人太多了 就催生一个很有趣很有创意的一个公司 这个是新兴的一个行业 叫婚纱照销毁师 我看了以后真的非常有趣 大家都有拍婚纱照 你们家的婚纱照到底放在哪里 有人说睡觉之前看到都会吓到自己 我以前也是挂在那个房间 然后一进去就看到了 后来我儿子我说妈妈那个是谁 我说你看不出来吗 那是别人 所以他也认不出来 我就把他拿下来 拿下来到现在也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但是你要怎么处理 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刚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本日之最 在中国因为太多人离婚了 所以就兴起了一个新的行业 叫婚纱照销毁师 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 我其实也碰过我一些朋友 我就问他们说你离婚 你那些婚纱照怎么怎么办 他就说把他披了 他说很解气 那你披了以后就当那个废弃物 就把他丢了 那你没离婚了放在家里 你到底是不是很定的 真的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已经没有挂在那个主卧房了 他们就说看到真的觉得毁不当初 还有人大概就跟我一样 有人echo我说 孩子看着婚纱照 问妈妈那是谁的时候 心里想这死孩子 你看不出来那老娘 我年轻的时候多貌美多漂亮 就孩子就也是 我们家孩子也说 妈妈那照理是谁 我就说那站在爸爸旁边是谁 他说别人 就表示他看不出来是我 我就记得我们那个从 就主卧房 然后就移出来 然后就移到书房 然后正面觉得不好看 又看背面 反正就东放西放 现在放哪去 真的还得想一想 但是如果说要离婚的人 到底要怎么样解气 他们就说有一些工作 叫爱情停尸间的作业员 或是婚纱照的火葬场 也就是你要把这些照片 你拿去丢掉不行 因为很多城市 也都有垃圾分类的 另外就是要保护隐私 还有中国社会当中 还是不能够说 把活的人的照片给烧了 又或者把活的人的照片 把他披了 那要怎么让他完全消失呢 他们说当然有一些方法 就是你第一个把这个颜色 先把它喷掉 喷掉 喷掉之后用大龙头敲 然后再给他用粉碎机 把它销毁 但是他们就说要先拍照 因为的确有人就说 我要要回来了 因为有人又和好了 和好了怎么办呢 那另外就是他们说 这个销毁是当然要解气 要解气 但是还是要配上一些 欢乐的背景音乐 因为有很多的客户 是需要这样被疗愈 我觉得这是蛮有尊严 而且蛮妥当的方式 说实在对于这个新兴行业 我第一个我觉得蛮有趣 第二个我觉得真的是有 谈到一个重点 被疗愈 这个新兴的一个行业 他们讲80%的客户都是女性 都是女性 然后把这个照片销毁 然后销毁之后呢 也让他们的情绪 有更好的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 所以这是中国新兴的一个行业 叫这个婚纱照销毁 是蛮有趣的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大雨大雨一直下啦 那这两天我想很多人 都可以很感受得到 那个雨一直下不停的 我刚刚有看一些那个 就是这个电视台的画面 看到像什么东吴大学啊 什么有些地方啊 那个水 雨水像瀑布一样 像瀑布一样 然后有看到那个 九份还是哪里 也是雨下的非常大 整个的楼梯 都是这个雨水的瀑布 这样子灌灌下来 那现在有看到中央气上 数的一个资料 他说呢 雨是今天可能会比较缓和一点 可是西半部啦 东北部还是会出现这个短暂雨 跟雷雨啊 特别是午后都会有短暂的震雨的一个天气 像桃园以北啦 宜兰花莲地区都有局部大雨 或者是好雨发生的机会 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低洼的地区的话 可能要慎防一下会淹水 明天呢 明天还是会受到高压偏南风的一个影响 那天气的形态跟夏天差不多都是午后的 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会有强降雨的状况 好 另外呢 待会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央银行第七波的一个信用管制的一个冲击啊 这银建股今天还是非常的弱势的 这个我们待一点半就会先分析台股啦 银建股非常非常的这个弱啦 这个跌幅呢 都在两趴左右了 而且上市柜都有很多的这个个股都还跌停了 好 那因为股价短线这个跌幅也比较大了一点 然后市场也认为说啊 这就是一个打房了 所以看起来今天盘面上已经有出现一些逢低了 就开始买进了 那有一些个股呢 陆陆续续也可以打开这个跌停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盘是上涨73点 好73点左右 那么等待会一点半收盘之后 我们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 好 另外呢 就是我们讲的金融海啸金融海啸金融就是杨金融总裁啊 这个被很多的媒体的标题 那么都在下金融海啸啦 那到底接下来第四季 整个房价会不会修正或者是跌 当然我们刚讲过了 有人说跌更好啦 那是不是就可以减便宜啦 比你高的人多 比你有钱多 比你有关系的人多 你觉得你减得到便宜吗 真的有便宜会来敲门说 很便宜赶快来买吗 所以别想了 但我现在看到就是第四季一般人认为好这个房价下修不到5%这下修不到5%其实还是蛮硬的还是蛮硬的啦好所以到底这个产品的价格是有松动吗有松动吗倒是我今天有跟一些这个朋友聊天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他们做业务的本来就是有下一些房地产的一些广告听说下广告 都抽回来了对他们就说政府对我们不好我们干嘛要来那个促进经济繁荣了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看起来打房这一波是来势汹汹来势汹汹那到底928会不会如期推出新的一个建案好那建案会不会有下修的一个状况我们待会两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这个房地产的一个 单元因为从上个礼拜大家就开始在问这个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聊聊房地产的一个状况也会来谈一谈会不会有修正的一个状况好一点半了看看台股的表现了那说实在的在美国这个FED降息之后大家都会猜说外资的买盘是不是要回流了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外资买超的一个记录了那另外投信怎么看呢台积电怎么看呢银建股怎么看呢好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认证股市分析师孙庆龙庆龙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还在当奶爸吗看起来你生意对你生意有点疲累耶没有没有没有精神很好每天都是甜蜜的负担很好很好很好好这个庆龙跟我们分析一下啦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大盘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看到台积电还是主心股啦 对然后但我觉得今天或者是这过去这一个礼拜啊其实影响台股盘面的啊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刚好都跟中央银行有关 第一个中央银行当然是台湾的中央银行第二个中央银行指的其实就是美国联总会那尤其我们看到最近我们的央行为了去健全我们台湾的房地产未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贷款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所以祭出了一个史上最严格的一个应该打房的一个政策那这个打房政策确实拖累了这两天的台股跟银建股有关的一些标的真的都是哀鸿遍野啦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台股的银建股中那我们其实在盘中的时候有超过十当以上的标的都出现了跌停板 那甚至跌幅超过八percent的基本上也接近我刚才算了一下也接近快二十当左右 所以基本上这个的政策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未来银建股它的这个业绩的场合 所以我觉得市场还是多一些预期性的反应 但是银建股虽然跌得名名貌貌 但是因为毕竟银建股对于台股的权重啊其实并没有这么大了 在没有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所以并没有因此拖累台股的一个下滑 反而台股今天中场其实是上涨了大概七十三点 收入在二二二三二左右这个位置 那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刚才一分钟提到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还是维持着稳盘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第二大的权重股红海今天也上涨了1.69个百分点 然后收入在100重新占回到180元的价格 那另外联发科今天也上涨了1.78个百分点 收入在1145 那除了电子股还不错 金融股其实今天表现也不错 比如说像周信金 当他宣布可能放弃抢新这个星光金之后 那今天的股价就出现了蛮明显的一个上涨 那中场是上涨了3.97个百分点 收入在35块 那另外像富邦金 然后像国泰金 今天的也都出现一个百分点以上的上涨 所以今天的盘面虽然影见过很弱 但是在电 在一些人家说全职股比较重的这些电子股 还有这些金融股的一个稳盘下 所以还是 刚才微盘已经出来了 最后是收在上涨126点 不过比较美中不足的其实就是成交量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成交量 一直都一直大概都不到3000亿左右 所以一直没有成交量 那个这个就不将不会有所谓的供给的 这样的讯号出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对于行金的看法 可能就是盘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慢慢的等待 我们的上涨会公司 在第三季的财报公布之后 或者是对于明年的业绩展望 有更加更新这些厂商的看法之后 才有机会再出现一波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内容 那这个指的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央行的政策 影响到台股的部分 那另外美国联准会 其实大家观众瞩目的 就是他们在上周的时候 也启动了过去四年以来 首度的降息的一个政策 那甚至他们降息的幅度还来到了两码 那而且他们不止预期 九月份会降息两码 他们认为在年底之前 应该还有再降两码的空间 那甚至到明年 应该还会有再降四码的空间 那甚至到2026年的时候 还会有再降两码的空间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2026年 那预计这个盐总归目前的这个 利率决策的一个目标来看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降息到10码左右 将整个基准利率从5%以上掉到 大概落在3%左右 那刚才有点欧了一生 对于这个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其实会对市场应该是有一些欧一生的财力 那基本上其实联总会的这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实就我们个人如果从这个股市的角度来看 其实对股市来讲是一个比较利多的讯息 但是利多的讯息其实有两块 第一块其实指的其实就是 因为联总会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市场的资金会相对的 会比较活弱一点 那有一句话叫水涨船高 那当市场的资金比较活弱的时候 那当然对于这种风险性资产的股票而言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资金往这个地方 parking的一个可以扑出软的效益 那第二个其实就来自于降息的幅度 其实会攸关未来甚至台股 台股的一个合理的目标 那云分界你知道吗 其实台股未来会抢到多少 其实关键的密码 其实是落在联总会的利率决策目标里面 所以我们当我这边稍微四传的理想 然后这个用这个 因为刚才有提到嘛 这个2024年 林总会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会降息到4码 那如果以2024年 林总会降息4码的情况之下 那对于台股而言 台股的本益比 会较2023年大概回升T.06%左右 所以台股2024年的合理的这个目标 对一个水位 在林总会利率空不完之后 应该会落在23022 那相当于今天的收款价 2285来看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几百点的空间 不过更让我们比较期待的是2025年 那依照我们林总会目前的一个降息的幅度 再加上我们台湾企业社会AI 所导致的获利的上升 明年2025年台股将上看28000点 这个其实就目前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轨迹可以去让我们期待的 所以现在短线可能台股需要休息 但是展望2025年 我们觉得台股的大有为的行情 依然可以值得投资人去期待的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对刚刚已经分析完这个台股了 我们也把收盘指数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那么今天的台股的加权股价指数 收在22232.91点 不对我的那个电脑 最后一盘已经出来了 因为最后一盘其实大涨的 所以加权股价指数收在22285.53点 大涨126.11点 其实幅度是0.57 以后真的要改一下 就是300点以上才能够算大涨了吧 好这个成交金额有稍微扩大一点 是3009.92亿元 好这个是今天的收盘的指数了 那现在看到的就是像台积电 供应链 还有这个金融股都表现的还蛮不错的 有一些强势股也蛮守稳在这个季线这边的 好我们来看看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那刚有跟大家来提到了 就是整个金融海啸 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会跟大家先来进行这个房地产的单元 那么待会有广播也会有直播 大家可以锁定一下 我们两点钟来探讨一下到底这个打房是来真的吗 还是又是虚惊一场 那另外很多人也很期待了 就98档期红 现在无声无息的 还有年底之前到底房价有没有修正的可能性 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全盘的探讨 好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市场这么久 大家一定知道吗 你房价绝对不可能大幅的下跌 请问一下现在房价如果低于市场的行情 这个不要说什么太多责数 九折好不好 九折好不好 都轮不到你去知道的 资讯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的 你会知道吗 你会第一个知道吗 你不会知道 更何况你怎么知道说 房地产还会有打折打八折的打七折的 那甚至以前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去买到那个夜桃屋 夜桃屋就是有人就是你现金给我 根本就是市价的五折六折 你现金给我 然后立刻带出就办过户 然后我就办 这些事情也是轮不到你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想象房价会大幅的下跌 可是到底买卖双方会不会有比较大的考虑空间 考虑空间我觉得是可能的 待会就来讨论 因为不然的话就是交易量先缩 缩了以后 那么才有价格的一个下跌的空间 好我们待会两点钟就会来好好的 完整的探讨一下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 到底整个预售屋啦 中股屋啦 整个城屋市场 不管你是首购或者是你是这个换屋组 有没有一些冲击跟影响 两点钟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广播跟直播 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宽限期 其实从新清安以来宽限期意思是个大问题 那我们节目其实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宽限期 当然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有人说这根本就糖衣毒药 我个人也比较赞同后者的一个说法 这个宽限期呢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买房子 然后他可能一直把房子卖掉 他都还没有这个付到房贷的本金 他只付利息 所以过去啊 比方说有人买了房子 他在A的银行办贷款 那他就可以获得宽限期三年 那三年到期以后怎么办 他又换到B银行嘛 那B银行可能有帮他争取再三年的宽限期 所以你想想看 他左三年右三年 他把房子卖了以后 他可能都还不用再缴到本金 所以过去我们在新清安的时候 也强调就是这个有宽限期三年五载的 你都不用还 甚至还有一个话数出来说 等到你真的本金要一起缴 缴不起的时候 你这把房子卖了 你也是赚 你有什么损失 对你最好是 你最好是你房价都还有赚了 那所以过去市场 整个市场都一直在讲这种五本的生意 就是你在宽限期当中 你只要付利息就好了 完全不用付到这个本金 那当然今天有新闻出来说 有人在银行上班的 就看到说 有人宽限期左三年右三年不止 他说有人到了七八年 因为有三家的银行贷款都有宽限期 他说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投资客的做法 但是现在如果有第七波的房市管制措施之后 这个腐烂的问题可能就会被检讨 就会被检讨 所以宽限期也许新清安都未必能够给满五年 也未必的 因为以前就是给了五年这个宽限期 让整个市场充满了一点比较投机的一个意味 那现在很多的这个首购族他也想说 那我要不要就是有点这个用有点投机的心态 反正我有宽限期 我时间到了就把房子卖掉 那现在感觉上央行或者是银行 应该已经盯上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那如果说银行对于这个房贷在转贷出去的 也就是说你前手已经有宽限期的话 你再转贷 比方说你再接手 你再转贷 那你还是不是有一样的宽限期 现在银行就告诉你 没有啊 你前面如果用掉了以后 应该就是不会有了 那另外公股银行更是乖宝宝 因为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听说宽限期也顶多给一年左右 也不会想这个左三年右三年这么多了 好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上有政策之外呢 也有听说银行有讲 就是说你必须要买一点这个保险 或者买一些理财商品才肯带 过去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新闻 坦白讲李专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生意的 那他如果是正常的来邀请你 那我想这不是太大的问题 除非他有利用你了 如果有诱到你说你一定要这样才能这样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举巴了 不过你到银行去 如果你常去银行的话 你就会觉得银行的李专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建议 所以有一些今天有新闻出来说明愿再起 银行要你买保险或者买一些理财商品才肯带你 那我想你要理清楚就是说他只是因为推销而已 还是有一些条件的 如果说他有诱导你有条件的 这当然就是违法的 不过另外一个状况 我倒是能够理解 就是除非你能够成为银行的贵宾 理财贵宾 那你理财贵宾你当然买一点保险 你当然买一点商品 你成为贵宾之后 你才有条件跟他贷款 现在整个贷款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真是一个卖方市场了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了 好这两天新闻大家还是金融海啸 所以我们两点钟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聊聊 房地产的一个问题 如果待会有空我们也会聊一聊了 就是台湾这个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了 那现在有看到了 就是这个台湾还是有把很多的租金补贴 当成是一个社会住宅 那一直在补贴 一直在补贴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方向 虽然有国际的一个团体 人民团体都会说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的 我们待会有时间的话 应该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样的一个政策 以及未来的影响 希望待会时间是很充足的 跟大家聊完房地产相关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我看到Bloomberg上面有一个资料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 这个斑蓝叶 那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实习生 他有他是那个 这个新加坡人 所以他有一次就带一个蛋糕 斑蓝蛋糕给我们 然后我们一看 哎呦 怎么有色素的感觉 因为他就是像一个 青苹果绿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觉得色素感很重 那我们想说 这是什么色素 他说 月文姐这是斑蓝叶 所以那时候我才认得 他就是斑蓝蛋糕 一直到现在 他如果有回到台湾 都还会买这个斑蓝叶蛋糕 给我们吃 那现在我要讲 就是斑蓝叶 非常非常的吃香 因为近十年来 大家都知道了 抹茶 这个香料奶茶 柚子 这些亚洲相关的食材 都在美国打响了知名度 那具有独特风味的斑蓝叶 或者是叫香蓝叶 那么现在也成为纽约餐饮屋 餐饮屋当中 新的菜单的新宠儿 我有看到他们用那个斑蓝叶 然后去做的那个贝果 然后一切开 就觉得哇 有那个粉红色粉绿色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 那斑蓝叶当然是东南亚的一个美食 它主要是很鲜艳的那个薄荷绿色 它很适合做那个糕点 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吃过斑蓝叶 或者是斑蓝这个戚风蛋糕 那现在看到 就是不管是在泰式 或者是马来西亚都有大幅的在用斑蓝叶 那纽约也有很多新加坡裔的一个食谱书的这个专家也讲了 他就说斑蓝叶的日益这个流行呢 也反映了美国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了 因为全美国东南亚这个东南亚裔的人口上升了13% 13% 那现在美国有很多的亚洲杂货店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些亚洲的商品 那这个不管是冷冻的斑蓝叶 又或者是斑蓝萃取物 因为有一个特别的香味跟颜色很漂亮 所以法国的调酒师也很爱 他把它当成是一个调酒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那另外他们也把这个斑蓝用在这个甜点当中 像我看到的那个照片 我都觉得流口水的 感觉你想想看那个草莓的颜色 再加上那个薄荷绿的颜色 那个粉红粉绿的 你是不是食欲大开了 好这又是美国的从一个食品当中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东南亚的移民增加了 然后这也让这个食物的这个成为 成为在餐饮界当中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 好另外呢就是港式的茶餐厅啊 是不是已经这个不受欢迎了 好那现在有看到中产阶级 在中国非常喜欢的这个港式茶餐厅 现在都关门的关门了 那整体餐饮市场呢 也是不断的一个下降当中了 那他们认为香港文化的影响力减弱了 以前我们是看到像石神啊 这种经典式的电影 然后有发挥的一些影响力 那现在茶餐厅进入了中国之后 那慢慢的现在了 也示威了 现在有一些这个餐厅都关门了 也收起来了 这也看到了 大家对于这个食物 喜欢的一个改变性了 好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特别重要的议题 就是金融风暴了 我们除了有广播之外 有直播 大家可以上我们中央流行网的 脸书官网 中央流行网 YouTube官网 中央流行网 理财生活通官网 同步都可以看到 好我们先欢迎一下 我们的房地产专家 张熙明张老师 张总经理好 韵芬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不是礼拜五 很多人会以为是礼拜五 因为今天太重要了 赶快要请你来 外面是下雨了吗 对又下雨了 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 可是昨天下的比较大 今天还比较OK一点 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都下的蛮大的 对都好大 风雨这么大 有我们金融风暴大吗 请问你怎么解读一下 我们杨金龙总裁的金融风暴 所以看到9月19号 这个两间市会议结束之后 他们就召开记者会 然后媒体就开始解读 什么史上最强的打草房 那这个部分 有些人就形容什么 这个大金融 金融海啸 对对对 一些金融风暴 那一大堆的形容词 可是我就在我的脸书上面 我就说 每次都说什么 史上最强 宇宙超级无敌 那可是呢 过了没多久 就变成是 最好笑 最弱的打草房 那这一次我想说 至少可能还会有一点点作用 可是我觉得还要观后效 还要观后效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寄出 是不是真的是史上最强 还有带验证 还有带比较 那因为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这一次的 那个打草房的措施 好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讲说是第七波信用管制 那有些人说是四大重权 可是我算一算 好像有六个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公司法人购置住宅贷款 本来之前还可以有四成的贷款 没有宽限期 现在把它降到三成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知道 去年这个平均地点条例 修法通过之后 内政部就是有条件的限制 公司法人买这个住宅 就是说你公司法人 没有买住宅的需求 除非你要当宿舍 或是说你要当这个所谓的包租工 专业的包租工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来申请 以前他们都是拿来当招待所啦 对 其实是买来自己 自己爽的 没错 那实施之后呢 真的有这个公司法人去申请 然后他们就说 立法委员说 这个买的住宅 要当员工宿舍 结果呢 是一亿两亿的房子 所以讲说 事实上这个根本不是当宿舍 哪有这么大气的员工 让员工 让老板让员工来住 这种所谓的豪宅 这样子 后来他们就又把这一部分的门 又关了紧一点点 那所以实际上真的公司法人 来买住宅要贷款的 这个量应该是非常少的 我跟你讲 说实在了 我要是公司法人 我难道没有钱吗 你四成降到三成 我也没差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跟下面那一个 我们讲的高价住宅 这一部分的贷款 一样 豪宅我也没差 豪宅他本来是从过去是 六成五成四成 现在又把它降到三成 所以像韵芬讲的 我是好家人 我口袋这么深 你把我降到三成 根本不用借 一毛钱 现金买 对现金买 所以我们看到 即使在今年上半年 还是有蛮多豪宅个案 两亿三亿的 都是用现金买 而且有一次 买两户的也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 对这些所谓的打草房 我觉得作用没什么意义 那再来自然冷这部分 可能比较有意义 就是说你明下有一户房子 那第一户的购屋贷款 过去是没有特别管制 那这一次就取消你的宽限期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早就该要取消的 我问一下韵芬 你以前买房子有用过宽限期 没有啊 对 事实上我们买房子 我们根本如果要自住的 谁会去用宽限期 所以这个部分意义不大 我们以前就想说赶快缴完 就是房子自己的 赶快缴啊 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的 而且以前的算是比较老一辈的 都不喜欢欠人家钱 就像你家 赶快缴完就好这样子 那会说宽限期慢慢缴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次确实让这些 会使用宽限期的都是投资客 都是投资客 或是一些所谓的投机分子 或者是被不当人事洗脑的年轻人 对这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新清安都是这样子 你看这一次的这些 你看到的好几个都是宽限期哦 可是他就是没有对新清安下手 新清安还是有五年的宽限期啊 这个部分就是鼓励年轻人去投机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取的地方 当然有人讲说现在年轻人比较 头脑比较那个灵活嘛 辣正啦 台语说辣正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值得取啊 教人家去做一些钻漏洞的动作 那个我觉得都不是好的社会现象 而且我讲房子如果是你的 你不是迟早都要还掉吗 对啊 没错啊 可是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不是那个新清安哦 一般大概都有三年宽限期 他们就是这一家带了三年之后 那家再带三年 那三年还没结束之前 我再带三年 走三年又三年 所以我都是缴那个利息 这几年利息都这么低 等到六年了我就把它卖掉 有价差我就把它卖掉 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几波的 那个所谓的房市的炒作 无本生意 所以我们这个央行 我们的金融总裁 真的是有看到这个漏洞 所以呢 这一点我给他拍拍手 就是说你名下已经有房子了 你要再贷款 没有给你宽限期啦 不要想了啦 那第二副的这个贷款的话呢 就是本来是特定地区 我们上次有讲过的话 这个六都家新竹县市 那也没有宽限期 可是那时候是六成 这一次呢 把它降到五成 而且是全国试用 那所以呢 就不会有再有所谓的 这个蛋黄区 这个打房之后呢 资金就往蛋白区跑的 这个现象 这一次呢 我们的金融总裁也有提到 就是说 他也看到很多蛋白区 那个房价涨幅都比蛋黄区 还要来的大 所以这个就是 蛋白区涨得比蛋黄还大 对 涨幅涨得比蛋黄区还大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趋于效应嘛 他把资金都赶到蛋白区了嘛 所以他这一次把它全国试用 虽然说有一点点的补破网啦 可是也不无小补啦 那第三户以上的购物贷款 也是从四成叫 那三成没有宽限期 那这个部分 就是打到那种所谓的囤房组啦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再囤房 不只是今年实施的囤房税 明年的那个房屋税会很高 你现在这个所谓的贷款的层数 也会降到只有三成 那另外一个会让 业者痛的就是 鱼屋贷款 鱼屋贷款 那这个降到三成 那这个部分 让这些建商手头有鱼屋的 比如说什么什么 什么桃朱岩啊 那个都是 到目前市场上传闻只卖出一户 那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要再去跟银行借钱 银行就说 不好意思喔 我们的金融总裁说只能带三成 那这个部分 事实上也有很多建商 他的房子舍不得卖 那这个鱼屋再去贷款 那贷款再去买土地 然后说去盖房子 就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所以造成市场上就是这样子一个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一直都很热络的这个假象 因为这个鱼屋贷款 我想对建商其实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对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部分才会让我们看到 这几个重点里面 我觉得他会真正产生价格破坏效应的 就是这个鱼屋贷款 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些小的建商 他可能有10户20户的房子 卖不掉 这时候他要再享受多跟周转一些资金 可是呢 只剩三成而已 对他来讲 真的是微乎其微 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就必须要赶快降价求售 赶快赶快赶快赶他卖出去这样子 免得夜长梦多这样子 你听到降价之后 很多人眼睛就亮起来了 对 因为这个也是大家对这一波的第七波信用管制最高的一个期待这样子 会降价吗 我们待会就直接跟大家切入重点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要跟房地产专家张新铭 张总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史上最重的这个打房案子呢 因为我觉得说有比较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最强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过去 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说这次是史上最强 那可是他也许是他在市场可能只有十年 所以他认为是在这十年里面最强 也许他在市场二十年 他看到的是二十年里面最强 那可是呢我们可以大家追溯到 所谓的最早的责责性信用管制 是在民国78年 果然要活得够久 像你 要活得够老 就可以来评论一下 没有那么老的别想说 民国78年那时候也是整个房地产 股市不是都是大多头吗 那所以那时候的央行 我已经忘了那个总裁是谁了 他就祭出了这个史上第一次的选择信息用管制 结果呢那一次是在78年2月28号 后来房地产市场上就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做房市228事件 好像有 对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冲击有多大 因为整个市场就是啪啪啪啪一直跌下来这样子 就是现在大家期待的就这一波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我觉得说 之前确实这那个选228事件 这个房市228事件确实让房价跌了很多年 后来政府才不得不去救市这样子 对所以这一次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还未可知 因为才刚开始而已 还不到一个礼拜 但我说我不想我的观察是觉得我觉得是隐性已经点起来了 你看你报不报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 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228党级进入寒冬 我们的听众对那这个部分确实来 业者当然一定会先观望一下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张 我准备的PowerPoint 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是我啦 应分最喜欢笑我 我如果说上次我说我是总统 那是笑的我笑的 拜扮死 你要多笑一点 我们的那个点阅力会最高 那我这个是我那个2021年去央行演讲的时候 2021对2021年11月25号 2021对11月25号 现在多久了 对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对央行的这些官员提出建议 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让真的房地产能够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收敛 或是说让投资客能够出场 那我提出来的我都比现在的那个政策还要来的早还要来的狠 你看第二点 所以就是根本就是幕后的黑手 我那时候就提出说全面启动升息 可是这一招央行不敢动 央行不敢动 可是他这一次第七波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升准 对啦升准 升准他已经是连续两季的升准 那这个会从市场上吸走大概2000多亿 所以为什么之前会有这个所谓的房贷之乱 就是因为各银行已经面对到了 银行法72-2条的那个所谓的30%的这个上限 要满水位了 所以大家就是够够够用 房贷就尽量保留 有些像韵芬刚才私底下讲的说有些银行就会把那个大批的房贷 预留给他的真的VVVIP的大客户 比如说这家建商跟他大概都有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经验 那他有一批1000户的房子在年底就要交屋了 我一定要把这1000户的这个房贷额度留给他 那你再来跟我借 然后你是客户 你是单一客户 以前又对我没有什么贡献 不好意思 没有额度了 你再找别家银行 所以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形 那这一次央行虽然没有升息 他经过两次的升准之后 他会让这个市场的资金更紧缩 所以他有些银行就会以量自价 以价自量 他就会升息 就说你真的要借 好啦 那3%你要不要 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 央行他虽然没有全面升息 可是他借着升准的这个部分 某种程度达到升息的目的 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进出口 可是我想要问一下 接下来你看美国要降息了 对已经降了 降两码 两码还要再降码 今年降个四码五码 明年要继续降码 对那你说我们台湾 要启动升息能够撑多久 所以我们央行不会再升息 不会 他不会再升息 所以他基本上就会升准的方式 让市场的资金更紧缩 可是他可以达到实质上的升息的作用 是 但是呢 那个你的好朋友 那个胖子 因为他今天没来我就讲了 他是谁 我知道 对 他说这不公平嘛 他说你问张新明 戴那个带帽子的张新明 他说你想想看 现在一瓶房子多少钱 对不对 动不动你连中国五十年六十年 他都给你开价八十万九十万了 没错 对以前我买房子一瓶多少钱 所以他说你银行这个现代这个七十二之二条 根本就已经过时了 应该要修了 所以到底是七十二之二的天条先修 还是你说不断的这个提升这个存款准备率 我觉得他画错重点 他画错重点 你公开 你公开说他 因为那个政府央行或是说那个政府的这部分是希望说让资金收回来 就是要让你的利息慢慢升高这样子 所以你再去修那个七十二之二条 那变成资金又会更多 所以无助于市场 所以这个重点不是在这边 他不是说要资金收回 我想他的资金的公平性 他是要让资金更的公平性 对啊 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我认为不是重点 反正你就讲田纳全讲的不是重点 那第三点就是现在央行有做的 这个全面取消宽限期 就你第一 有房子了 你现在宽限期就不能有这样子 那事实上我在2021年就已经讲了 他已经落后了三年了这样子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取消遗物贷款 这一次有那个遗物贷款还有三成 我那时候讲的是全面取消 取消遗物贷款 你是针对建商吗 对建商 对 所以我们的央行事实上也是 这个力道还是不够 如果是我当央行总裁 我的那个力道会更够 绝对是史上最强最强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十四囤房税 去年财政部 我是2021年就已经讲了 然后预售屋全面禁止换约 这个是内政部去年 这个平均利益条例才全部做的 而且他还留一个大洞 就是说7月1号之前的不受及既往 所以让很多投资客都可以顺利的解套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在2021年在央行的一个建议 那事实上很多现在陆陆续续的都有在做 可是如果说他们找个两年三年来做的话 就不会后面这两三年的很多人要去 去忘乌心探 要在那边万坛 原来这一张的图表就告诉我们节目长期都请到一位先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房地产专家跟先知 张新鸣张先知 刚讲2021年 图表再放一下 2021年就跟你央行总裁讲了 央行总裁都没有换过人 对不对 讲你都不听 然后现在陆陆续续才在做 对有些是陆陆续续有做 有些还没有做 比如说第九点 第九点这个也是我觉得对内政部最不满的地方 因为内政部是这个所谓的土地标售 各政府土地标售的这个主管机关 那大家都在抱怨说 这一波的房价 地价大幅上涨 就是因为各地方政府都不断的标售 这是所谓的重划区的抵费地这样子 那只要政府一标售的话 就变成有一盏明灯在那边 哇政府标了一瓶一百万 那边标了一瓶两百万 那当然你如果是旁边的地主 下运分说政府都卖一瓶一百万 我为什么要卖一瓶八十万 我一定要比他高 对不对 所以那个比价效应又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说第九点 现在内政部没有在动 那我很早也提出来 就是说应该要修改地方政府土地标售的规则 那他们现在都是用价高者得 那价高者得 你如果甚至是建商还有很多钱 的话我当然应用最高的价格去抢 那这样的话我旁边也有土地 我也会跟着受贿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要用所谓的 不要用竞标的方式 应该去做一些修正 这样子 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最厉害的是 我们在蒋经国时代 他用第八条 果然够老 要蒋经国时代了 追查购物资金来源 我们就说夏小姐 你怎么在买房 你这钱都会来的 来喝咖啡 来喝咖啡 你让我保护一下 看这钱是怎么来的 如果说真的有一点点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你就吃不完兜着走 这竟然是蒋经国时代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这边提出来的 实际上有些已经做 有些还没有做 可是这个如果说 真的要让这个房市 能够回归到比较正常 或是甚至房价要修正到 一定的程度 这一铁药应该是要 全部来用这样子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全部用下去 房价会打趴这样子 就像中国大陆现在这样子 那当然了就是 政府他有他的一个担心 所以他我们看到央行 为什么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到第七波 就是他不敢下纵药 他都是 这个旗旅看唱本 这一波有没有效 没有效再加一点药 那这一波又没效再加一点药 所以现在也有些人在讲 搞不好还有第八波第九波 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是不是官员都要办 那个黑脸白脸 你看如果打了民怨升高以后 连这个威廉总统都要出来 没错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也很多人在批评的地方 就是我们央行是一个独立的 那个政府机关 对 那如果说这个执政的人 包括行政院长 或是总统都要去干预的话 这个部分确实可能到时候会 后遗症会蛮大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有些人说 美国那个川普也都在干预 后面闭的必败 他也是把那个联准会叫来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就像你讲了 后面闭的必败 这样子 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操软的一个单位 不过我跟你讲 你这个结语跟建议 我觉得少了那个一个单位 哪一个单位 你看你那个营建公司也打到了 股价也打趴了 代销业者呢 有没有广告不识啊 代销业者你看股价长成这样子 这个不变说 你太多朋友在里面了是不是 我们待会再来讲会不会打到谁 好看看会不会打到打到谁 那我们回过头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到底这一次谁会打到 你觉得谁会打到 谁到底是不是 当然啦 我觉得年底前要交屋的人 一定有被打到 有人说换屋主会被打到 这都是真的 再来第一个就是说 预售屋要交屋的嘛 他第一个就会受到冲击 因为当时签合约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是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可以带八成这样子 那现在可是呢 这个是当初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时候 而且可能有些他买的时候 政府有限制六都 那我就买这个灰六都的地方 可是现在都在范围里面了 紧箍座都已经扎下来了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要交屋 可能有些人 现在只有五成 对啊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这个部分就有些人就是要摸着鼻子被交违约金 没收违约金15%这样子 15%很多 对没错 另外一个就是 15%是总价的15%吗 总价的15% 你看那哪个房子不是要上千万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150万啊 至少150万啊 那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赶快去送金 这个年底要交屋了 赶快 印分啊 有没有50万 这个谁啊 有没有50万 可以凑一凑这样子 凑个150万 去交屋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还可以过关 那这个部分是 预售屋要降降屋的人 真的有耶 你知道我妹妹就有被 但是这是好事啊 这是亲戚啊 而且她愿意啦 我要先讲就是愿意啊 我跟你讲 我妹妹去汇钱的时候 那银行还要问她说 你知道干嘛 对啊 那她就说 钱钱要买房 我要借她 这就实话实说了嘛 你以为你要汇出去 这么容易汇出去 没错啊 现在管得很紧 所以你讲真的有耶 没错啊 你就只能跟亲朋好友借 对啊 只能借啊 只能借啊 或是说 搞不好再赶快去标个会 虽然现在很少人在标会 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卡说 啊赶快 我们十个人凑一咖吧 赶快再标个会 这样子 对 所以今年底要交屋的人 一定会受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换屋主嘛 换屋主就是说 他本来这个想要说 这个房子太小了 要换一个比较 或是电梯大楼 那住一个比较有品质的房子 那可是呢 现在政府就说 你名下已经有一户房子了 你要在第二户的话 你的贷款层数就只能降到 也是五成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很多人就想 那我只能用所谓的先 先卖 后买 那先卖后买 可是在这当下 你要先卖的话 你还要去租房子 很麻烦啊 而且房子 房价搞不好 还卖的不会很漂亮 这样子 那有些人讲说 那我就先买 后卖 可是后卖的话 现在会被卡住 可是后来央行有给一个解套的方法 就是说 你在一年之内可以卖掉的话 这一部分的乘数是可以的 是可以给你的 那只是说 你在一年之内 能不能够卖掉一个好的价格 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 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的 那再来呢 就是继承者 继承者 他这是说 你这个本来是 这个 祖先 或者说 父母亲 留个房子 给你们这个兄弟三个人 这样子 那等于 那这样一情况之下 继承下来之后 你就变成有一户房子 在里面一下 所以你要再买第二户房子 就不能有宽限期 所以这个也是 央其无辜 也算是央其无辜 待会我们来看 真正的那个倒霉的是谁 真的有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 张新明 张总 张先知 张老师 来谈一谈 就是我觉得 还是打房要打到 就是对的人 可是你会央 央其无辜 像这一次我也觉得 你年底要交互的人 其实很倒霉 那你刚刚讲过了 换屋族也很倒霉 然后有房子的 他可能有继承者 他也很倒霉 我明明名下就多了一户 我也没办法贷款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无辜 那真的有打到 该打的人吗 投机客吗 投资客吗 你刚才讲的 那个预售屋里面 他就有分为两类 就是很多 这几年来的投资客 投机客 他都是用预售屋的杠杆 在操作这样子 其实说现在不能 短线进出 他基本上 只要这个房价 一直在涨的话 他都有机会下车 而且都可以赚价 所以这个我们的总裁 在记者会上面 他也讲说 要让投资客 有一个 lesson 要给他们有一个教训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剑指的 就是这些的 频繁进出 预售屋的这种投资客 那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些预售屋的投资客 大咖的 他们有一次就是买三户 五户 十户 这样的一种操作 所以他基本上 都不是用自己的钱 都是用这个杠杠的操作方式 就是移屋养屋的这个方式 那 每个都可以有宽限期吗 对 所以都是用从银行搬钱来赚钱的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总裁 当然他可能也听到 市场上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 而且是越来越热络 所以呢 我记得好像 也是这一次这个 李建市会议之后 有媒体报导说 我们的总裁啊 那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婆妈 他就跟她聊天 那结果这个婆妈说 哎 总裁不跟你报告 我女儿也是那个投资客 这样子 所以呢 几乎呢 到处都是那种房式的投资客 这样子 所以那当然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说 越来越多人不务正业的 他就是说 反正房子炒作就可以赚大钱 这样子 再来的是金融机构的问题 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的 那个所谓的刺激房贷的风险 因为之所以会有这种现代令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的总裁一直在担心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不动产的贷款的集中度 已经到37.5了 离37.9 已经只剩一点点一咪咪而已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你到了那个最高上限的话 那这个表示说这个金融的这个问题 一旦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会有这个大海啸产生 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美国次级房贷 崩爆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就会出现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房地产我是有去抵押的 对 对他就以台湾的高度里坚来讲的话 不至于会出现那种什么金融海啸 对啦 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次级房贷 我们如果要有一个 他要去包装 他事实上是用延伤金的东西 对对 那这个部分 台湾是不会有这后面这一段 对 可是我们会有前面那一段 就是你讲的 他虽然说有这个贷款 有那个抵押品 可是因为我们的房价已经需涨 需胖 所以本来他应该是800万的房子 现在涨到1200万 那这个即使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呢 那个银行的那个根本到时候 他没办法就变成那个贷帐这样子 就像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 为什么要有很多政府的资金 来打贷帐这样子 对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房价 一般我们就讲说合理房价 虽然没有什么叫合理 我们先讲一个合理房价好了 一般来讲的话 那个仲介大概都会跟你讲的很高 对不对 可能好我们随便讲 就是1000万可能它是合理房价好了 可是仲介就说 我跟你讲现在行情 每个都抢着买 1800万没有问题 可是你去银行建价的时候 他可能跟你讲说700万 可是那如果说 今天有这个社区人成交刚好是1000万 你就觉得合理应该是1000万 可是那你1800你买不买 你如果买到1800的时候 你去跟银行贷款 银行说我总值只值800万 你那1000万要怎么办 这就会造成我们刚讲过 金融风暴的来源之一 事实上就是现在会比较严格去审查 之前就是很宽松 就你讲的说 你说1800万 那我就带给你这个八成 所以呢 这个还是有一千多万的那个房价 是哦 是哦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房地产专家 张欣明张老师 来跟大家谈一谈 因为我们从央行第七波打草房开始 然后到底是不是史上最重的 就你活得够老 才会知道说 这并不是史上最重的 还有奖金国时代 很多年轻人我都怀疑 他们知不知道两奖时代 可能不知道谁是奖金国 因为我们前面有两个年轻人 好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个焦点 就是说 哎 我 你那金融风暴好了 或者是说 哎 你这金融海啸好了 最好就海啸来 你最好把他们打死 然后看看有没有那种法拍屋啊 的拍下来 然后三则五则让大家来抢啊 第一个会不会有风暴 第二个会不会有降价 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就银行建价 如果跟市价差太多 的确是会有风暴 就像我刚刚讲 你隐姓已经点了嘛 你看爆爆嘛 对所以 可是我们的央行一直又是在那边补破网 他就不让他破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地方 而且搞不好 那个如果真的要破 可能总统又要出来讲话了 隔魁又要出来讲话了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我们的政府的那个政策 是非常矛盾的 非常矛盾 就像你讲的 我也是很赞成 很多人也是在网路上面 就是说 又没有人真的跳楼大拍卖 那是个什么算是 那个所谓的打炒房 那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越来越多 特别是像刚才提到 有些建商他真的撑不住了 他必须要真的要降价求售 或是要跳楼大拍卖 那时候就会产生价格破坏效应 所以应分刚才一直在 在argue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实价登陆 事实上我们看到 他从2012年14之后 他基本上产生了定锚效应 他是往上 他都是往上定锚效应 比如说我这个社区 我们住的社区 只要有人卖出去一瓶50万 那你如果真的 对我们这个社区很喜欢 你可能就是一定要出更高的价格 才能够买进到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 你要出53万55万 所以他一直往上定锚 那可是呢我们从来这一波都没有往下定锚 虽然实价登陆 他我说常常讲 刚开始实施的 他就是一个重性的东西 可是我们的景气一直在往上走 所以就一直往上定锚 除非刚才提到那个建商 开始有人这个 消价求售 这个跳楼大拍卖 那开始就会有这个所谓的 向下定锚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 有人开地窗 他可能这边一瓶50万 然后他竟然卖一瓶40万 那接下来就会有些人就想说 那我再等看看 搞不好有一瓶38万的出现 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价格破坏效应 如果成型的话 那这个年轻人 或者是说真正无可颓牛 才有比较有机会 真的能够买到他想要的房子 或者的话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 你都活了这么久了 所以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那个好像也不是史上最强 如果我刚才提到 那集铁药方一起加进去的话 才会有那个所谓的破坏效应 才会比较利己 我觉得再打死了就不用选举了 没错 所以这个又回归到 我们的这个政治的问题 如果说政府 他一方面又要选票 一方面又要所谓的 要居住正义 那这个部分两者不可得监 所以为什么会有新清安 在去年的这个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新清安之外 最主要是政府希望有选票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推出新清安的这个单位 他也说这个是要照顾年轻的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就是永远都没完没了这样子 那我看到就是媒体大概都会讲说 这一波到年底之前修正大概5% 你看他大家也不敢讲多少 对没错 你刚才讲说会不会有跳楼大拍卖 那5%而已 其实每次我们在讲房市会不会修正 大概每个人的猜的都是大概3%5% 对对每次答案都是这样 我上次也是写过这样的一个专栏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猜测 那你又不能讲的太夸张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意识一下3%5% 那如果这个真的是往下修正 或是更多一点点 那至少我有猜3%5%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就是可能因为某些因素又让他转弯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猜测 不要太在意 不要太在意 那那个现在 比方说费用之前他想换屋嘛 然后他看了一些房子 然后他说不要看了 因为他死心了绝望了 那现在又有人打电话给他 那你觉得他要去大胆议价吗 我觉得可以再稍等一点点 就是我们讲的让子弹再飞一飞 就不用那么急 就是说让他真的是急到就说 现在这个屋主已经有降价 或是说真的你议价 他愿意接受你的这个所谓的斡旋金 去帮你议价 那这样的一个才是 先赴斡旋看他的意义怎样 因为有时候那个仲介会跟你讲说 之前已经有人议过 你这个斡旋金他不会收的 如果现在不一样 他可是你开了一个已经蛮离谱的价格 他愿意收斡旋金 我帮你试看看 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机会 对啦 因为我觉得仲介希望是成交嘛 对他是要成交 他是要成交 他并不是说要帮你卖多多贵 或者帮你杀多便宜 反正他就是希望成交 你们两个能够成交 我都可以赚到服务费 是对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就是提到 就是说这一波 如果真的有在市场产生冲击的话 仲介代销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很多人就在隔天 当天就有很多人就想说 仲介要开始出现关店潮了 那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观察了 不会那么马上就反应 那最主要就要观察交易量 如果说本来今年的那个买卖移转动数 本来大家预期可能会至少有34万动 现在有些人开始在修正了 可能又会到30万动 那如果更低的话 那仲介一定会有关店潮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冲太快了 到处都在开仲介的店 那另外一个代销 你讲的代销 还是会受到冲击啊 现在就看到有一些928档期要推出了 他马上就hold住了 那这些本来要到暗场去卖房子 大展身手的人 他可能现在就要开始抓棒了 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所以这个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我觉得建商聪明也要是让子弹飞啊 对啊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现在大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对不对 到底要不要这个雷厉风行 对不对 还不知道 只是放个风向球而已 先下架大家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 现在要讲什么是史上最强 会不会有什么价格的崩跌 或是说关店潮 这个都研制过早 还要在棋里看唱本 看下去 果然要活的 我们都要活久一点 不是只有他活久一点 我们大家都要活久一点 才能够继续看下去 有人讲就是说有个朋友首购 被建商通知提早两个月来对保 本来是12月要对保 现在提前10月 他朋友说可能建商也在担心后续 我觉得提早对保也是对保 赶快去对保 真的 赶快去对保 因为他也许跟银行已经谈好了 你就可以躲过那一波 先去对保 对保 你就开始对保完之后 他可能要交屋了 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变数 对你就开始该搅本利的去搅 该搅什么宽限期去搅 对如果手够的话 这个部分 如果手够的话 这个部分是胜缺的动作 我这样判断是应该是这样子 好 他说政府不敢征囤房税 防税比 不是有囤房税的吗 囤房税 可是现在的囤房税 是用我们的那个房屋税去 那个做一个差别待遇 那这部分 他的那个压力 卖压没有那么重 对所以到现在囤房税的那个感觉 一点都没有 有人也是那个老行家了 他说房价不是不会下来的 依旧买不起 只是暂时紧缩一下而已 有可能 对啊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觉得说 刚才提到 为什么还会 搞不好会有第八第九波 选择信息 反正在下一次选举之前 还有很长时间 对啊 所以我讲说 接下来的话 政府就是反正让子弹飞 看你怎么去拔去这样子 对啊 然后要买 到选拳的时候再来说 哎我要注意这个居住正义这样子 嗯 然后费用就是还是持续的等电话 对没错 但是不能够不接电话 哈哈哈哈 等他不来打来 他就已经找别人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房地产的专家 张欣明张总张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下个月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